因为我觉得这个剧还是挺跟以往大众市场上剧不太一样的 虽然它包括着姐弟恋的内核 但是它外面的框架很多就是生活中很真实 很写实的一部分 就我觉得它能反映了很多现实当下的这种 三十家女人的一些零散的状态 可能把它凝结在石头戏一个人的身上 然后我又觉得这个戏里面比较打动我的是它的三观 就是我觉得人生还是需要一些阳光的 虽然一地鸡毛 但是最后阳光 当阳光照暖大地的时候 微风吹来的时候 还是能闻到花香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戏可能跟以往的一些戏的表达不一样 但是我会觉得它挺有意思也挺有意义的 其实这个角色离我还挺近的 就挺近的有的时候你挺难拿捏的 因为毕竟他不是我 他还是一个角色 所以又是职场的戏呢 我也怕我去塑造的人物很在雷头 因为去年刚好播了一个《怪你过去美丽》 所以我一直在避免包括从表演的方式 包括从状态都是希望能够避免 包括从眼神 因为都会做一些不同的设计 其实男性也有男性的压力 男性也很不容易 他在职场上当然也更要独当一面 但是女性会容易被弱化他的能力 比如说一个成功的女性 她可能比如说如果她有些样貌 那别人会觉得 她的能力最终的成绩 是不是跟她的样貌有关 就会有这样的连带 其实对男艺人女艺人都是同样的 女性我觉得可能大家的审美吧 一个固化的审美 可能主要的市场可能更喜欢看年轻的 然后小鲜花们可能对于女演员的要求 但是现在越来越市场 我觉得包括审美的广益 更有更多的 比如说有更好的一些角色跟人物也出现了 比如说我18年的那个《复查荣因》 也被大家认可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大家对于审美一个拓宽吧 但是确实依然审美还是对皱文啊 对于过多老化的一些的词汇 灌在女性的演员的头上 她会觉得男人越老越有味道 但女人哎呀她怎么长正文了 哎呦她真老了脸垮了 结果有类似的 但有的时候男人脸垮一点就觉得有味道 就是那种那种感觉 岁月 但是我希望有一天这市场也能包容到 哦有味道 下面是四条离谱 嗯真漂亮 但是这玩意全是岁月的魅力 就这种感觉 我觉得换一种理解 是不是女性现在社会上的地位越来越高了 就是比较被公众所认知 或者是比较被公众所重视 然后女性的一些有观点的言论 更会被大家拿来当作一种话题 然后现在我们的女性也越来越自由 越来越有自己的胆识 我想怎么讲 我就讲出我自己真实的想法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很开阔的时代 然后还挺open的 我觉得还挺好 嗯 都会看比如说之前杨丽的那种 有种她挺喜欢她的脱口秀的 哦她 她的脱口秀特好玩啊 她用一种诙谐的 有时候有点对于男性 就是调侃吧 就我们可能也调侃 但会有一些人会觉得就是有点 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这都是一种就是言论自由吧 但只要不要伤害到某人 或者是过激地伤害到某人就好 首先她的观点是一方面 我觉得她幽默 她敢于把一些比较尖锐的话题拿出来 当一个笑话玩笑 包括她身边的朋友来调侃 我觉得她挺逗的 我觉得 我不都觉得 我不觉得男人是吧 但我觉得她敢这么讲 我觉得挺好玩的 嗯 我比较中立吧 我就觉得因为我喜欢看她的脱口秀 我就觉得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工作里 特需要一点欢笑的东西 我觉得 每个人都不会排斥 就是让自己就欢乐的事情 比如说我也喜欢听郭罗刚 就她也会有她的调侃 就是我觉得各种声音都有她的存在 像我小的时候还喜欢 就更小的时候 那时候跟我姥姥听马三立 就是时代不同了 就发声的角色不同了 我觉得其实没有差别 在我这儿来看 然后我也很欣赏 我觉得她的才华 就如果让我一直在那儿聊那么多 然后又那么有节奏 我可能做不到 然后我特别喜欢她的那种 语言的逻辑性 跟那种幽默的表达 因为我是演员嘛 我觉得她这种幽默的表达 就特别逗 我觉得不尊重吧 就是可能对于一个女性不尊重 或者是那种 不尊重的调侃 我觉得不尊重女性是一个天 我自己不太能接受的 自由自在 然后开心快乐 那不然我为什么要单身呢 我可以谈恋爱啊 看来单身的问题是很香的 很香啊 其实单身是一种 我觉得 你自己对自己 肯定的一种选择 你去享受自己这种状态 一种选择 这好难讲 我觉得是一种感觉 就是可能 自己会懂的那种感觉吧 三观很重要 我觉得这一定是聊得来 而且我不是那种 能一见钟情的人 我一定要相处 所以我真的要谈男朋友 不是那种见了 我们两个就 就一定要了解认识 然后最后就觉得 那可能先都是先做朋友 然后觉得三观一致 然后各方面 就还都是彼此能欣赏的 然后有话聊 不尊重女性的 就有一些是不会聊天 她可能想取悦你 但有的时候总是老踩着你 包括你的朋友们 就会觉得过于自大的吧 就她在自己自我人格上 就很自大 我很欣赏那种 就是会把自己的大我 变成很小我的 然后就是那种 很内敛很低调的人 我会觉得这样 是比较有涵养的人 其实我觉得这是个人 私人的事情 只是说我们这个圈子 太透明了 我们的职业所导致 所以就把很多私人的事情 公布到公众面前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 私人的事情 就不去谈论了 就每个人都有自己自主权 我们也不想去背后去 探讨人家的自主权 因为每个人会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我想过 想过一种传统的意义 就是 比如说在我三十 四五岁的时候也想过 就是说是不是 试婚年纪 虽然是个女演员 你也到了试婚年纪 要不要结婚呢 但是后来我又佐证了自己 我觉得婚姻可能跟年纪没有关系 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要问自己内心 你要的人生是什么 你能够承担负担的责任是什么 我觉得婚姻是一个很重的责任 我觉得你拥有了它 你一定要珍视它 然后好好地保护它 我是这种比较传统的 但是我会觉得 慢慢我自己就是 去理解婚姻 我会觉得它是一种 永远不离不弃的陪伴 就是你们两个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 就靠所谓的相处 甚至那些多巴胺 维系了一段感情之后 你们决定要牵上所玩一生 我觉得一定是要彼此相处很愉悦 然后两个人在一起 是一加一大于二的 这样的一个组合 然后你们才能够更和谐地走下去 减少矛盾 更多的是和谐 这是一种你选择 两个人一起能够共同生存的一种方式 不然的话就一个人 因为我是个很重感情的人 所以我对婚姻期是蛮重视的 所以不会太轻易地决定 应该会有吧 我觉得老天应该会挺正乎我的吧 我应该能遇到那个人吧 我为什么不相信 你看你这个 你现在我为我时刻都相信 你误化了我 也许我到六十岁我还相信呢 我觉得任何年纪都可以选择 只要你具备这个能力 我不觉得婚姻是一个奢侈品 或者婚姻就像所有讲的 围城里与围城外 我是觉得婚姻是 事实的时候 timing对了 遇到那个对的人 就是一拍即合的事情 当然会接受 真的会 会啊 我为什么不接受 我等什么 我等到六十岁 那在你七十岁 你会这样 如果都是契合的 我决定要牵下手 我也会的 我为什么要恐怖 你们又给我误化了我 还有人说我四十五码脚呢 我说我怎么看 最多是四零吧 原来说四二 后来又四五 其实我三七 对我会觉得 因为可能有的时候 从别人眼中听到 或别人眼中看到的 是不一样的 跟不一样的 那我怎么知道 我也不想 我不想迁就 但是我相信你一定会遇到 不是说难道 也是等吧 都等了这么久了 对也是等吧 就等一个对的人